如果是怒我的话,表示里面空的 那我就串接一个什么? 所以关键在这个字串 等于这个end1 end1就是1 如果在第二个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撰写是if 之前我有看过有同学 他看起来没错误 不过他只有出现1或2或3 因为他是用if 再来是用else if 如果你在else if 里面 他就只有多选1 但是如果你是多选多的话 那就是if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 if,然后第二个 2,if,3 最后把这个字串 再串接后面的东西 这样串接出来 就可以看到我们要的结果 那底下这边有个什么? 回上一页 其实你只要看到这个东西 一定是一个表单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底下还有一个表单 所以表单部分的话是 那按下它的话 要回到哪里了? 回到上一页 那几个方法 那你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页 就是第一页 mencer的话是pause 那只是加一个按钮 你在表单里面加一个按钮 那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的话 你就可以test一下 如果你做完之后 假如你没输入 就会跳这一页 如果你有输入的话 那底下没输入的话 他也要 就一样会跑 不过这个地方好像少写 如果四个打勾都没写的话 没有打勾的话 那应该要能够跳出 那如果有打勾的话 那就是跳什么? 他指定的那个 加减乘出 OK 所以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这四个都没勾的话 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 要有错误了 要跳到第三个队 OK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来试一下